你又睡沙发上呀 快起来起来 行屋睡 走 我不想动 怎么样 还顺利吗 订单太多了 创屏网不是出问题了吗 你的订单还那么多 但是之前的订单都已经声长了 现在没有办法取消 我也只能继续去做了 那也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你会按摩吗 太会了 按哪里 你说我也是个 有头有脸的人 对吧 资金也有 资源也有 你不利用我一下 这不是再利用吗 你的力度刚好 而且手又很软 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看模式 有事跟我说 别自己成交 宋玲 你说为什么不能达成一个 供赢的状态呢 一定要拼一个你死我活吗 这就是竞争啊 市场就这样 如果想供赢的话 那除非一方先妥协先是好 那就算有一方要先妥协先是好 另一方也不一定会握手言和 为了你我愿意试一下 才不用你为我牺牲呢 而且就算你愿意妥协 但是苏玲珊也不一定会灵性 那是她没有我大度 你得对 妈 你都还没有了解过她这个人 你怎么对她这么排斥啊 你好歹跟她沟通沟通啊 原因我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都跟你说过的吗 不是 外来周发周发 你听妈跟你讲 绝大多数的人 你说一样遇到这样的人 狗子高高的长得挺帅的 还弄几家光丝 就认为她成功人士 对不对 像这样的男孩你说 至于女人难免心动 没事啊 妈特能理解 但是你现在你知道是什么情况 眼睛 看不见了吧 啥也看不见了 我告诉你的心 现在都被猪油这样 像滚过一样 什么也感觉不到 不是 你动动脑子 你要想想清楚她 她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想想看 她身边有 这么多优秀的女人 她不找 要选择你 你新鲜呗 对不对 但是 新鲜能保持多久啊 就像妈妈买的金菜 我告诉你 我放在冰箱里面 我还拿保鲜膜裹着呢 你一个礼拜拿出来看看 你儿了 妈 我觉得你是被外边那些人的话 给迷惑了 咱们什么都能听 但是不能什么都信 对不对 她跟我一样 是个非常简单的人 你了解了解她 她简单 我的天哪 简单能抽那么多的时间 你还要把她的爱情啊 周芳我跟你生里真的是 爱狗血电视剧看多了 那种什么爱情啊 叫叫叫七七惨惨啊 什么轰轰烈烈呀 兵荒马乱呀 对不起啊周芳 生活 你必须得实实在在 平平反反 就像我 跟你爸爸那样 你听见没有啊 行 我了解了 我去忙了 您早点睡啊 我去忙了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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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什么 反正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接受 我就是不接受 真是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话 你不接受 要怎么做 不接受 这么急啊 她就这么急了 hibhushiko 你是周放 董厂长 您好 你好 您好 让你久等了 没有 没有 快 请坐 请坐 来 喝杯茶 谢谢 来 请 谢谢董厂长 董厂长 这次我来找您 是想要跟您问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批服装 想要在购物节的时候上线 做什么 你这个单子压力确实挺大的 是 我知道最近很多工厂压力 都特别的大 我之所以过来找您 是因为了解您工厂的规模 还有您的工艺 我当然不能要求您 把全线品牌全都给消化掉 是这样 能不能把咱们这里 工艺要求比较高的服装 在您这边加工 这个 董厂长 我真的非常希望 能跟您这么高水准的厂家合作 当然我非常清楚 现在大家也都在争抢着时间 争抢着工厂 您的压力应该也不小 因为工人的这些费用 也都是水涨船高的 关于价格方面 我们可以再调整调整 周总啊 你说的确实是这个情况啊 这几年啊 我们厂子是越来越不好搞了 是 所以请周总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可以 没问题 杜厂长 那正好也到饭店了 要不一起去吃个便饭吧 这个 好吧 由于本轮比赛 每位选手拿到的主题任务卡 都不相同 所以比大家的发挥空间呢 比较大 但是我提醒各位啊 现在比赛的时间已经过半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 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你们的创作 大家加油 B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火灾 这样爸爸就不会有危险了 我走了 你注意安全 走 这个霍晨东说话怎么这么不留情面啊 我和他之间 本来也没有什么情面可讲 我帮你说说 千万别 他会更讨厌我的 其实我觉得他说得对 我这样做是挺招人烦的 我不招人烦 别这么想 晚上想吃点什么 我陪你去吃 不用了 白天请了假 晚上得补回来 总编还等着我回去赶稿呢 你这样还回去工作你行吗 嗯 我不能影响工作啊 要不然霍晨东还真以为我是那种 无所事事 有手好闲的人呢 谢谢你了 方姐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那行吧 你回去注意安全 走了 送送你 别难过了啊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唐姐 悠悠凯 你们过来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你们谁运气比较好 嗯 我打开招呼 你来个从来没运过 我手臭 我好像也不太行啊 来 拉倒吧 我自己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啊 不就是一个比赛吗 是是是 是 是 想吃什么 啊 哇 好 啊 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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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 长版和短版 你的短版 恰恰我可以补上 虽然很感谢苏总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苏总旗下有那么多 知名的设计师 您为何选择要帮我呀 首先我欣赏你的残华 这是肯定的 再来 你很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 有个性的设计师 那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去世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而令总的工作效率真高 这么大的项目 这几天评估完了 值当的交易 既然需要中分夺秒 我终取这周末 去安排你与我们负责人见面 这周末啊 这周末可能不行啊 这周末我约了程总 是程氏集团的程总吗 嗯 程总的项目我知道 他这周末会去江城考察 我们公司在那儿也有项目 我来安排 好啊 那就辛苦你了 这桩交易还没有下定论 接下来怎么发展 就要看你自己了 嗯 谢谢